多種食材大鍋熬煮 台味十足的功夫菜上桌 味濃湯頭陣陣浮生而來 一旁還有滿滿的炸牛棒鹹酥雞 滿桌子美味讓人垂涎三次 這是台北市商業處 為了推廣美食產業 舉辦以美食在台北 道丁夾芒芽為主題的活動 邀請民眾大膽美食 那我們的主要的特色是 古早味的一些半桌菜 然後我們是用小吃的方式 讓一個人也可以享用到 以前傳統那種十個人的菜色 然後我們的主打的話是 錫琴燕尾湯 就是以前那種半桌 大家會包回去吃的那種菜尾 然後我這個錫琴燕尾湯裡面 有融入了像白菜 北菜肉 然後還有這個酸菜豬肚 還有這個佛跳牆 然後還有四寶湯 這樣的一個不同的一種菜色 把它融合在一個我們的錫琴燕尾湯裡面 對 然後我們還有主打 那個古早味的筍乾豐肉 對 那這過去都是一般 我們是工序有八道工序 那這個是比較複雜 那我用平價的一個價位 讓一般一個人兩個人都可以吃到這種半桌菜色 那另外一個主打的話是我們的主廚白菜乳 對 然後我們的主廚白菜乳是沒有像外面就是我們的主打是榜皮肉絲還有這個就是可以味道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一次的優惠的話我們就是會用就是送小菜的方式 對 然後會讓就是希望可以讓更多民眾來那個店裡消費 對 我們在萬華的三水街市場 那我們也是一個六十多年已經傳承到第三代 那今天我們今天帶來的是我們的招牌牛蚌絲 對 它這個配啤酒都很好吃 回家再回鍋一下也很好吃 而且我們都是當天現銷這個牛蚌現做 現炸的 然後這邊都是一些也很好下飯的這個排骨書啦 花枝書啦 對 這些賣魚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然後都是非常新鮮的魚漿去做的 對 歡迎大家可以來品嘗 35間萬華在地特色餐飲 包含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人氣店家 幫民眾精選出好味道 同時推出抽獎活動 總獎項40萬的毫利等你拿 那我們有35家的店家是這次參與我們挑選出來的 那在這些店家來做消費的話 我們就會提出 可能將來你可以用一個抽獎 總金額 總金額 總金額大概到40萬左右 也就是說你在這些店家的消費就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那主要是第一個 這個店家是我們特選出來 而且是很多是必比登的 米其林的 那另外就是從最頂級的台南蛋仔麵 到可能被評價的肉丸 或者是滷肉飯 這些都有 所以各種形式都是代表我們萬華的特色 所以這個活動我們希望說 讓大家多認識萬華 因為裡面看到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回萬華來開店 很多的咖啡店 還有很多的特色 包括鹹點 甚至披薩 它非常的多元 所以其實大家現在 我覺得市民朋友可能吃飯 可能會選擇東區啊 或其他的地方 但是其實萬華在地的小吃 還有在地的這些商家 它可以一滴百年 就才是我們 你要去想說 它為什麼可以在那邊百年 因為它就是非常的好吃 然後最重要是CP值很高 價錢非常合理 那我們的活動呢 就會希望說大家多走來萬華 另外我們希望大家來感受一下萬華的不同 因為我們去年花了很多力氣在 改善萬華的硬體環境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萬華的軟體 我們大家也非常努力 他以前覺得萬華比較髒啊 比較亂啊 其實現在都已經改善很多 那我們也希望說 包括 大家以前認為說 啊 這邊有什麼阿公店啊 現在我們包括這些茶室 前面的相關的 呃 道路我們其實都已經 幫它清理完畢 所以你會看到萬華的一個嶄新的面貌 我們希望大家到這邊來 來逛逛吃吃 可以看到一個新的萬華 就是在你印象中 我知道很多人去年到現在都 覺得去萬華好像是一個 好像一個疫區 這對我們非常不公平 我再說一次 萬華民眾 我們在去年做了血清抗體的檢測 其實我們的抗體比例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萬華非常的安全 去年我來參加那個 台北市的百年老店裡面 我看了一下萬華佔的15家 萬華佔的15家裡面 萬華佔的6家 那 今天有來了好幾家 包括川越 包括那個梁喜浩都進來了 那這個都是非常負責欣慰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在台北市整個 我必須講 整個12個行政區裡面 萬華的小吃是最知名的 萬華的小吃是最普遍的 庶民的 那 包括我們有很多的那個就是 累積很長的 一段時間的 像阿育滷肉飯 每次都是非常厲害的 那所以我們非常感謝台北市政府 感謝產官局這邊 商業主持的支持 把我們萬華的小吃往外推 那今天 剛才 副市長跟那個局長都講了 特別要安排一場 萬華的小吃群裡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來安排 那歡迎各位 一定要到萬華來 我們說真的 萬華的人情味就是這樣 就是非常的濃厚 非常的強烈 所以從最頂級的到素片餐 所以我們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大 那這也是我們Manga的優勢 那歡迎各位 活動期間到店家消費 發票可以登陸抽獎 也可以到活動專區進行人氣店家投票 獲得抽獎資格 市府期待以在地美食餐飲 帶動產業發展 讓民眾感受萬華傳統新潮兼容病序的文化內涵 記者臺北報導 正式請動 哇 我們你們一起在做個意義外 我們一起去找個移民 中文化優勢 我們一起去找個移民 中文化優勢 我們一起去送個移民 十幾尺 說 感谢观看